在黑龙江滑南县 当地就利用过去承载 运送木材和煤炭的森林小火车 来发展冰雪油 春节前 我们新春走机层的记者 就记录了这列火车上的故事 小火车长又长 红红红红终出 好火花好蓝包 满色运出毛毛毛 围绕小火车做游戏的孩子们 就是这个冬天被东北人称为 各种可爱食物的来自南方的小朋友 这个从浙江温州来的 被叫做小欧干的盐雪团 也是今年冬季 第一只体验到 滑南森林小火车盐雪油的南方小游客 为了把小火车盐雪旅游 做出名趟 当地文旅部门提前两周 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它原来是在60年代的时候 承载着运送木材 运送煤炭 包括焦冲这样一个使命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蓝天绿水工程之后 这样的话我们就打造成一个特色的旅游 因为我们从心里说 就是真的不是很专业 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付出 这个冬天 东北冰雪旅游的热度持续升温 在流量的带动下 一些南方游客也想到哈尔滨以外的东北城市 玩玩逛逛 拥有森林小火车的滑南县 也打算努力接触这波热度 当得知 陕西的一波沿雪团 对滑南小火车感兴趣 当地文旅部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贴队帘挂灯笼 当地文旅和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 想尽办法为车厢增加年味 动篱动柿子摆盘 他们恨不得把当地好吃的都端出来 两位县剧团的演员 也赶来为盐雪旅游编排节目 然后穿这个快捷动柿 是不是感觉就放得到 对 来 放一下 你还准备着整个小笔 对 哎呦 点这个兜里放着呢 对 我们看 等会儿掺阁的时候会 通通通的这个糖果 没想到你是一个外表粗犷 还内心这样细腻的人 是吧 为了迎接我们这个外地的游客 当地文化馆也拿出了看家的本事 把我们镇馆的两位演员都请过来了 就在大家做足了准备 热情高涨的期待第一国 演学小游客到来的时候 所有人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大家把手里的活先停一停 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和高速路泡的问题 今天的这个演学团队取消了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气蕾 保持这个热情 还会有一些失落 我们是带着快乐和那种期待 在准备这些东西 就当排练了 去迎接下一波的演学团 好吧 没有白富出的努力 腊月二十三 北方小年夜的当晚 来自温州的演学团 坐着高铁来了 小游客的到来 活跃了小火车旅游的气氛 还带动了火车餐饮和采摘观光 这个果子已经成熟了 然后它还有刚做的这种小果 还有这种刚开的这种小花 小火车呀 然后再加草莓呀 我们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味呀 伴着轰鸣 这条乌乌甜行的 森林小火车的新轨道 更加越走越远 发自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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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